再来点酱 哇 蒸28斤的香 阿达西蒙挑战100块钱点一份牛骨头拌面 看看能不能吃到什么 走走 新疆人啊这是把拌面吃出了花样 拌面配羊杂配烤包子配烤肉又配牛骨头 老人话不是说的好吗 吃肉不是啃骨头 啃骨头不是缩纸头 哇 这么多人这不是饭点 先找地方做吧 这儿打着空调特别凉快 直接搁进家里面一样啊 大沙发给他做好 现在啥吃的有呢 牛骨头 老虎肉拌面 鸯肉搅拌面 鸯肉搅拌面 牛骨头是吧 哇 这个牛骨头看的太美了吧 老牌碎肉 一类一类人都最爱的 上面这个酱是啥 酱是我们老板自己做的辣子酱嘛 别地方吃不到这个 别地方吃不到这个 好 谢谢 看一看一百块钱的牛骨头拌面 全是这种大块的骨头 上面铺满辣子酱 肉特别多 老牌的碎肉拌面 敷满了牛肉粒 青椒红椒白菜 看下特别家常啊 餐前准备 来个小粒 搅拌纠涌 哇 这牛骨头热气疼疼的啊 哇 冻的特别烂 肉直接掉了 浅尝一口 哇 这牛肉冻的特别烂 哇 牛这上面这层酱又酸又辣 而且带点微微甜味 特别香 哇 看这个牛骨头上面铺满了辣椒酱 全是新疆的辣皮子 这叫轻松脱骨 它那不像那种牛棒骨 就肉特别少 这个看看满满的都是肉块 再来个蒜 抱着牛骨头啃的感觉啊 太爽了 哇 这酱真的超级多呀 真二八斤的香 香到快点忘了拌面了 对一个新疆人来说 光吃肉 那吃多少都吃不饱呀 嗯 嗯 感觉一碗面半碗又都是肉 这个菜感觉很家常 面虽然不是很劲道 但是很匀 一大口肉一口面 才是这个拌面的正确打开方式 要问一个新疆人啊 多少肉能够 那就是不停的能吃 哈哈哈 哇这肉真的超级多哎 嗯 再蘸掉枝子 这样无敌了 好大大师嘛 牛骨头啃面 你们觉得怎么样 要